如果是腫瘤有一個特性 脂肪的特性就是你一夾 哇 抓得到一塊東西 不好意思 那就是脂肪 但如果說一夾 奇怪 沒什麼東西 可是肚子鼓鼓的 很深層的地方 那真的是裡面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那肚子裡的腫瘤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 它一定持續存在 你如果摸的固定位置 大概坐在那個地方有 那個腫瘤的機會就是比較高的 那如果今天有 明天沒有 反而不是 那剛剛提到除了脂肪以外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叫做腹臂的肌肉 因為我們現在做運動的人越來越多 你知道運動一做的時候 我們手會抽筋 你肚子也會抽筋 只是那個抽筋不是你想像中的 會結成一塊 那有時候就好痛 然後就摸到一塊硬硬的 他好像就擔心這腫瘤 其實是前一兩天運動過度 那個肌肉收縮在一起 隔一天又不見 但不管怎麼樣 肚子的腫瘤以及腹臂的脂肪 哪一個比較重 你比較危險呢 其實我覺得還是心態最重要 為什麼我有時候來 我還是會看一下身材 我會給一些建議 我自己身為醫師界胖子的代表 我很清楚胖不太好 但是太瘦也不太好 最重要是要保持好的體能 我大概只要看到重一點 我都會規勸他要做減重 那怎麼樣去評估重呢 以前最早就是單純體重 可是體重不公平 有的很高 有的很矮 像剛剛150公斤 80公斤當然是重 所以後來慢慢進到BMI BMI就是身高除以體重的平 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它就跟身高做一個平比了 可是最終現在最重要的概念 還是跟脂肪有關係 可是脂肪又分好幾個升級 有一個是皮下脂肪 皮下脂肪其實是塑形跟固醬用的 我個人覺得太少脂肪也不太好 像我每次跌倒 我坐下去 我在整間滑倒的時候 我都沒事 我都沒有 我都沒氣 因為腸心知道重心 那不太穩 那因為我們地骨有肉 可是更重要的是 所謂的內臟脂肪 所以現在在包含之前 新一個人的期刊 最近有太多研究 對人類最不好的其實是內臟脂肪 是內臟脂肪 但內臟脂肪 不可能每個人都切進去 那我知道像嘉義科 或者減重科 他們就有很多 我們現在測的電阻 就可以測出來內臟脂肪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測量 最簡單的還是 所謂的腰圍 那腰圍 大家知道男90女80 是一個參考詞 可是現在有人就說 那我個子高啊 我男90女80也不客觀 所以其實更客觀一點 是腰臀比 腰圍 臀圍來比的話 其實它如果真的大害多的時候 癌症的風險值 不是只有肥胖 現在連癌症的風險值都增加了 所以因為我自己當外科醫師 對 我們自己當外科醫師 其實我們到後來很多外科醫師 到45歲 50歲都開始減肥 就是因為開刀開到後來越來越多 每次開到很胖的病人 就會嘴巴一直咒罵 後來想想不要害別人 哪一天我們也會變人 被開刀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會開始減重 不過減重就是現在開始 永遠都不吃了 嗯 我這邊遇到的是 反而她不太在意的一個大姐 大概50歲左右 她其實 160公分 48公斤 就還滿標準的 在一年前左右 她慢慢就覺得腰圍有變大 可是體重是沒有變的 她就想說可能真的老了 星塵代謝下降 所以就來醫院想說 問一下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提升星塵代謝的運動 就來做 結果還是沒有改善 有一天她就覺得肚子不太舒服 然後就去看了中醫也沒有改善 結果之後我們就說 要不要去照一下腹部潮影波 結果一照出來發現 已經腹水裡面有3000cc了 為什麼 就是卵巢癌 對 後來就是趕快的去治療 過了一陣子之後 結果其實她的肚子有消 但是又慢慢變大 但她還是不以為意 結果再去檢查發現 裡面有5000cc的腹水 所以其實她卵巢癌的 癒後沒有很好 所以她就是有在跟我們說 如果我們的體型突然的改變 就是真的還是要好好的去檢查 就是寧可大驚小怪 也不要是錯失了黃金級的治療 不要不在乳 對 其實我有遇過類似的case 就是她也是肚子很大 四肢很瘦 那這個女生一開始來急診 她的主術是說 她最近就是一直拉肚子 然後肚子很脹 鼓鼓的不舒服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問出來 因為很多女生現在都是會減肥 然後就是去買一些 可能來路不明的中藥 或者是一些藥物這樣子 那吃一吃 一開始拉肚子 然後她自己覺得 四肢是瘦的 覺得好像有效果這樣子 但是後來 肚子就不然就鼓起來 她覺得 嗯 四肢有瘦 但是肚子怎麼變大了 後來就來急診這邊看 而且又不舒服啦 抽血檢查出來就是一些 壓力質有高 那腺臟功能跟肝臟功能都不好 就是肝指數也飆高這樣子 那然後還有一些附水 她附水也是很多 但是因為可能第一次抽 不要抽太多 就是只有送去做檢查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診斷成 肝臟也是有問題 所以上去注眼這樣子 這部分就要跟大家呼籲一下那種 體重控制的藥物啊 當然是說有時候是滿有效的 可是我個人是覺得說沒有需要 還是以運動啦 飲食控制為主 那假如你真的 你很需要很快速的短時間 要用一些藥物控制你的體重 你還是在吃藥前先抽個血 做一些檢查 去排除你有沒有甲狀腺的疾病 肝腎功能不良 這樣子安全用藥 讓醫師有一個憑據也比較好 那我們剛剛前面聽到很多例子 就是說保倫哥都說 女生都會疑神疑鬼什麼的 我現在來為大家女性朋友平反一下 我們就是講一個 有點哀傷 但是又非常幸運的一個故事 傻了嗎 我是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案例 她是個很年輕的女生 大概28、9歲 她長得非常的漂亮 然後非常非常的瘦 然後又高挑 皮膚很白皙 一進來我的整間整個就是 粉紅色泡泡啊 花都灑出來了 好美喔 對啊 我的心情變得非常的美麗 很開心這樣 那她就是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她雖然長得非常的漂亮 可是她一直困擾 她是一個小富婆 她肚子很大 她的小肚子很大 然後呢 她有長期便秘的問題 她覺得非常的困擾 每次穿這個很合身的衣服 就有一塊比較不平整 她就非常的覺得很沮喪 這樣她來就是希望說 她覺得這個是 是不是她便秘太久 素便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處理 她素便的問題 而且她都說 她有時候便秘到 甚至有時候 肚子摸起來裡面都硬硬的 一塊一塊 她就覺得很討厭這樣 那我就先幫她檢查一下 腹部結果一摸就 欸不對喔 這個硬硬的摸起來不是素便 然後就我們就幫她做超音波檢查 結果一檢查 她骨盆腔裡面有一個 8公分的骨盆腔腫瘤 超級大 所以她一直以來都以為 那個是素便 結果不是 那根本是一個腫瘤這樣子 那我本來覺得不太妙 因為前面講 保倫哥也分享過 有可能這種是卵巢癌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子宮的相關癌症 結果非常的幸運 後來我們轉診給 婦產科醫師做檢查 她確定是一個 良性的卵巢腫瘤 然後巧克力囊腫那種 然後後來就經過 不相信開刀啊 她整個小腹就平了 非常的漂亮 我以為非常幸運是會遇到你咧 因為你要講佩哥 那後來她要去哪裡了 後來喔 妳說還是會來找我一下 喔 我藝人最強的就是維持身材 因為工作的關係 很難啊 疫情維持不錯 妳是什麼 你們這樣看覺得我維持的不錯 其實應該這麼講 女生真的懷孕 然後生小孩之後 我就發現那個肚子的那一圈 就是鬆 然後 隨時點了 其實我懷孕算是很幸運 我懷孕的期間我才胖8公斤 然後我去月子中心的第三天 我體重其實就回到48 這個女生懷孕的模範神 對 但是問題是我是在去年 因為有一陣子在購物台的工作 因為很密集 然後壓力很大 我長期便秘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就會發現 我的體重其實從以前的48公斤 一直到後來變成52 53 那我就會開始有點擔心 因為就是這一圈 那後來就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 要好好的保養一下 因為其實真的說實話 做運動對女生來講 尤其是我們這種工作 就是要播出時間有一點點難 那後來其實我是聽到 人家是講說 油切油切這種東西 就是耳茶樹 那耳茶樹其實我也是聽 一個就是圈內的朋友講 然後也有空姐的朋友介紹 對